好 市長 如果我要進行星際旅行的話 我一定要對天文非常了解 剛剛講到的 馬丘比丘除了水利工程 除了它的結構之外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是 它有一個栓日石 它可以在馬丘比丘上面 非常精準的來觀測星效 一個德國波斯坦大學的 一個天文學教授 叫洛夫木勒 洛夫木勒 洛夫木勒他用天文學的觀點 去看這樣一個馬丘比丘的時候 他用雷射3D的一個 一個復原圖 把馬丘比丘做成一張圖表 做成一張圖表 OK 他畫上這張圖表 這個是正東 正西 正南 正北 馬丘比丘的整個圖形 它是由東南 由東北往西南傾斜 由東北往西南傾斜 這個以前在所有你看 所有馬丘比丘研究裡面 不是 他以前不是正東 正西 正南 正北 他是東北向西南傾斜 東北向西南傾斜 然後這個教授委廟 他在中間 馬丘比丘這間中間 畫了一條像我們類似的 直五線叫中軸線 這條中軸線傾斜度多少 多少 23.2多度 跟地球 地球自轉軸是幾乎接近的 所以馬丘比丘的漸層它有非常高的一種天文科技 或者有我們現在所不能理解的一個情況 它的建築隱藏太多太多神秘的密碼在裡面 我們現在還沒有解開 一直有科學家一直在丟出新的東西出來 這個自轉軸是最新的一種講法 傾斜23.2度 對 它是東北向西南的一個走向 另外一個講法是 我們講說它是一個太陽的指名 所以它對天文觀察非常 你知道馬丘比丘如果以歷史文獻來記載 它很簡單 西元1438到1471 大概有30幾年的時間 建成了 你相信嗎 30幾年以前印加帝國 那些時候印地安人 我要把這麼大的石頭搬上去 我要堆疊我要設計 在海拔2458公尺的地方 建成這樣一個地方 你想可能嗎 不可能 歷史記載是當時的一個國王叫 Pasatiku 它去蓋這個城 作為什麼 王公貴族的度假用 或者作為祭祀之用 現在科學家打向 第一個 你33年的時間 你這個國王33年的時間 請你一生33年動用你所有的子民 要建構這樣的一個馬丘比丘 比如說你以前不可能 現在的科學家也不敢打包票 所以我住了起來 用人力來做 要用扛的 而且你要想說 他這個國王死後80年 印加帝國就滅亡 披薩羅 西班牙披薩羅 1520就攻進來了 1520平幾根槍 這樣的一個文明 你就被消滅了 你們有人力去建構這樣的一個 你對現代科技幾把槍 就可以把你消滅的一個民族 你有沒有人力去見過這樣科學的東西嗎 對 所以其實他一直被打槍 那所有有科學家在講 說把這個 他有很多這個石頭 他石頭中間是沒有灰泥的 沒有灰泥 所以中間有縫 有縫會有什麼 會有結類的東西產生嗎 絕類 對 絕類的東西很細的東西 他們用針去挑 然後做碳濕測定 那個絕類多久 你知道6000年 所以馬丘比丘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到現在大概五六百年時間 6000年 對 你這個石頭 他存在的絕類6000年 對 你必須要建好以後 這個縫隙 它才會長這種東西出來 是 所以 一算6000年 所以現在它建成的時間 和人所建 建成的技術 一團迷在這邊 然後它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的天文觀察 是 也超當時的這個 所謂印加帝國的人民 衰日食 對 衰日食 你可以看 這個衰日食 它是整塊 一塊成體 快打造出來的 兩百多噸 兩百多噸 兩百多噸一塊巨石 你知道這塊巨石 你要抬到這樣 距離最近的一個山谷 上來要400公尺 要400公尺 你這兩百多噸 要躲坡上400公尺 印到這上面來 你怎麼印 而且我們知道 你上馬丘比丘 是沒有非常比直寬廣的路 那都是非常斜坡 非常難走的路 對 而且科學家 已經算得非常清楚 包括馬丘比丘 所有這些漸層的石頭 它其實是在平地 就已經要弄好 因為上面你沒有辦法去做 這樣的一個過工的工程 沒錯 它把山頭殘平 以後這些東西上來 就開始疊 就造成這樣的一個層 如果怎麼抬上去的 對 怎麼弄的 到現在為止也沒辦法 那這個酸日石很厲害的是 它在天文觀測 尤其對剛才講 太陽指引 對太陽觀測極其精準 它這邊你如果仔細看 它其實這塊石頭 旁邊這些石頭 有那個刻度 有刻度 所以它陽光出來的時候 它算一天 我們現在算 比如說到12點 或者到下午3點 它到哪一個刻度 會非常精準 非常清楚 所以它可以用這個酸日石 可以看太陽每天的時間 季節的 四季的分辨 冬至夏至春溫秋溫 它可以弄得非常清楚 就靠一個酸日石 所以 那這很奇怪 是它到春溫秋溫的時候 太陽影子會不見 正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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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溫秋溫的時候 太陽影子不見 所以他們說他們把太陽抓住了 不讓它走 所以你可以看 這樣的一個石頭 它對天文觀察有多精準 第二個你看這個圖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胎 他們的太陽神廟 太陽神廟 後來在西班牙攻進來的時候 把中間這一塊毀掉了 中間這一塊其實是一個四方形的祭壇 祭壇 它在冬至的時候 跟中國的金環殿是一樣的 跟紫金城的金環殿是一樣的 被造什麼東西 對 這一面 這邊 有沒有 光進來 對 光會進來 冬至的時候 就冬至跟夏至兩天 它會把這個祭壇的四方形的祭壇 整個照亮 整個照亮 你可以看它這邊有一個圖有沒有 是 它那個祭壇本來四方形 這個過來的時候 它這個祭壇才會亮起來 其他地方是暗的 對 其他地方是暗的 所以他們對天文那個掌握 包括恆星啦 太陽啦 運行 月亮運行 非常非常的清楚 另外它還有 其實最近還有發現一個 是在馬丘比丘西邊 西邊 它不是在馬丘比丘上面 月亮石 它有一個叫月亮石 這月亮石出來 有科學家也都傻眼 你可以看這個月亮石 它是在一塊大概十幾公尺高的一個 一座石山 把它挖澡出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挖澡出來這樣的一個月亮石 那這個月亮石厲害在哪裡 剛才講那個梯田 圓形的梯田 它這個是切割成半圓形弧形的這種 這種所謂半圓形的這種 這樣切割很難嗎 很難 因為它要切割到 它如果從正中間把它切開 兩邊是完全對稱 而且它切割還不是說 它有個弧度上去 用那個線去抓抓 你可以仔細看 它上面還有一層像階梯一樣 這個傾斜度如果從中間鋪開 它有一個傾斜度有沒有 這個傾斜度也是完全對稱 這個你就沒有辦法用線拉 沒有 那這個刻度是要做什麼 科學家提出兩種版本 一種是他們這個叫月亮石 它是觀察月亮 月亮運行的方式去算音力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是 它也是太陽運行的一種計算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月亮石實際的那種天空觀察 究竟是什麼 還不知道 我們對於原故的人類都有很多困惑 比如說原始的馬里共和國 他居然可以看到了天狼星旁邊的半星 我們也看到了中國 他居然可以看到這些天體的運行 甚至我們看到了德國有一個星象牌 把九大星星非常清楚地標列在銅牌上面 但是他就非常好奇啊 這些人怎麼辦到的 他怎麼能夠觀測這麼精準的天象呢 但現在從歐洲的古墓 大家似乎找到答案 寶傑其實這個背後有一個很有趣的假設 如果你是個天文學家 你不小心穿越回到幾千年前的過去 你要怎麼利用當時的技術跟當時的科技 來做一個新的望遠鏡 我沒有我就不會做不出來 但是等等有辦法 現在你在葡萄牙跟西班牙都經常發現 一種墓穴叫Passage tomb 就是它有一長串的通道 背後是一個墓穴 那其實那個概念就很像所謂的望遠鏡 我們第一個先看這個愛爾蘭的這個堡壘 你看它圓形的有點像客家土樓 你以為它是作戰用的 其實不是 你看剛才的鏡頭 你循著它的鏡頭就會知道 這整個堡壘只有一個小小的開口 正常的堡壘應該不只一個開口 但它只有一個正門 而且最重要的是正門是在某個時間點某一個季節 太陽才會照進來 而且是一拉一長條的像是時鐘一樣 所以很多人會講說 我今天看到這個愛爾蘭的堡壘 我想到的反而是人類的天文台 因為等於是遠古的人類用很精準的方式 建造了一個只有在某時某地某個季節某一個時間點 才有這樣子貫通的陽光的一個地方 用這個來進行後面一連串的天文觀測 這要怎麼看喔 保健 我這樣跟你講好了 第一個我們先談這個所謂的passage tune 通道墓室 英國的研究專家說 等等 我們一直覺得很懷疑喔 為什麼入口要坐這麼窄 但是等到我們進到墓室裡面 待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忽然間明白了 第一個你在那個裡面 這個墓室可以有效地隔絕所有的光害 也就是你坐在裡面你的眼睛會變越來越敏感 而一長條的概念 就跟保健 為什麼我們做望遠鏡要做一長根 是因為希望把所有的光害跟天空的視野 凝聚在一小點 甚至如果你在外面看到的 變成望遠鏡的概念 它就變成類似真孔成像的概念 真孔成像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這個位置 你知道這個考古學家跟這位研究者 他發現葡萄牙中北部 這十三座墓穴 全部都最準一顆星 金牛座最亮的恆星 必修武 只對那顆星 因為他晚上進去 十三個墓 十三個墓的口都只對這顆星 保健現在看對遠古來講 這多麼驚人的功成奇蹟 你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 而當年還沒有羅盤 你要在十三個不同的地點 所有從那個墓穴看出來都對準一顆星 這十三個墓穴隔很遠嗎 這十三個墓穴散布在整個葡萄牙地區 它並不是在鄰近地區所蓋的 不是在前後左右 不是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必須要講的是 難道遠古的天文學精準到 我可以用定位這一顆必修武 然後一路連結的蓋出十三個 分隔兩地 甚至有的遠到超過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 而且還要對準同一顆星 所以他說我在裡面待過之後 我就發現原來這是遠古人類所用的望遠鏡 但為什麼對金牛座的必修武 他說我在這個時候拿到的證據不足 不太確定到底為什麼 我正是一個謎團 有這麼多的心象 我為什麼要針對這一顆 而且我怎麼能這麼爭取 剛剛講到我都相隔數百公里 相隔數百公里 我的方位居然能夠這麼準確 而且剛剛講到 光進來的時間是同一個時刻 所以在那同一個時刻 大家就會想到 那不遠的地方 英國不是有巨石鎮嗎 巨石鎮是不是也有同樣類似天文學的概念 的確有 因為遠古的人在那邊做兩個叫Hillstone 就是所謂的根石 太陽可以透過根石 一路射到巨石鎮最中央那顆祭壇石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的做法 是要讓當地人知道季節的變換 而且你仔細看一看 在整個英國跟愛爾蘭這個地區 有非常多的圓形的古墓 所以不是只有巨石鎮 不是 而且更重要 第一個我要先講的是 巨石鎮所用的岩石 另外一個在附近方圓一千公里以內 唯一有相同成分的岩石 居然在葡萄牙 是相隔一個殷吉利海峽 也就是兩地竟然有同樣的石頭 第一個到底是從哪裡找過來的 而且剛剛講就是做墓穴的石頭 就是我去觀測天文的石頭 難道我去觀測天文的石頭 都是要這種石頭貓 而且是不是有同一個文明 竟然能夠把岩石搬越 殷吉利海峽 在兩邊同樣蓋了 同樣的岩石所做的天文觀測裝置 所以寶傑你仔細看 一路把這樣子的概念 拉到了愛爾蘭的都柏林 它有一個叫紐格蘭的墓穴 紐格蘭墓穴更特別的是 第一個你看它微微凸起的形狀 這樣子微微凸起 這是不是像我們現代的天文台 圓形的頂 然後只有一個觀測孔 這跟近代的天文台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你說外人如果不了解的話 外人看到以後 以為說是一個古墓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古墓這個凹脫的地方 它是用石頭自己堆疊起來 裡面沒有任何的支撐 你想想看 這麼大的面積這樣的一個曲度 我居然不用底下有任何支架 可以支撐起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寶傑 如果你把它的橫截面切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根本就是一個望遠鏡 也就是它是一個長型的望遠鏡 唯一差的就是透鏡 除了透鏡之外什麼都有 而且你知道它精準到什麼程度 唯一能夠外面有太陽射進這個這麼長 63英尺的孔洞射進墓穴 讓那邊通體發亮的 只有每年的12月19號到12月23號 每天早上17分鐘 而且有沒有看到 在前面還有這麼巨大的石頭 而這個巨大的石頭裡面 有非常奇特的花紋 而且我就留著那個孔光 就從這邊進去 它到底怎麼做怎麼設計的 到現在是你剛剛講到的 過去的人你沒有透鏡 沒有透鏡你怎麼看到 透鏡大家想到那是錢利略的時代 但沒想到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有可以觀測天文的透鏡了 有一個叫尼姆魯德透鏡 這個是義大利的一個 Giovanni Patinato的教授 他挖出來 他說這個年代估計有三千年前 是當時的亞述人在運用了一個透鏡 這個透鏡看起來透明度算不高 但竟然有曲面 這是亞述透鏡 也就是這個有曲面的望遠鏡 應該這樣講 這只能叫做透鏡 但是如果跟剛剛我們提到的 不管是木屑 或者是單純的管狀事物結合 所以我可以看得更遠更清楚 它就有望遠鏡的功能了 所以你看這一個古巴比倫人的圖 它所做的概念 天啊 這是巴比倫 這是透鏡 這是行銷 也就是它所做的概念是在 沒有不知道管狀的針孔成像 可以加強解析度狀況之下 就開始觀測天文跟天上的行星了